由广达文家基金会举办的台展三少巡回特展 日前来到水里山宫举办 会重处的带领学生了解日志时代的台湾历史以外 更有林玉山、陈静、郭雪狐三名早期艺术家的生命故事 水里山宫更加要求学生要担任解说员的工作 促进学生用心感受那些年的艺术创作 这一次蓝头县参加广达游鱼艺的巡回特展 这一次的主席是台展三少年 特别感谢我们复工国小的陈明城校长负责种策划 水里山宫这一站巡回特展的今天开幕 其实这个主要的活动就是让我们的孩子们 能够针对画作有一个深入的了解 然后也训练他们的一个解说导览的一个能力 那这一次主要是我们观光科的同学们 参与这样的一个小见面的盗量接受 以往都是在国中小展出 这次也希望能够讲好的作品带进高中内 并希望透过展览的作品能够提升孩子们的美感教育 我们希望本来我们蓝头都是在国中小学展出 那这次国中以外就可以到高中来给孩子有接触的机会 那这次台展三少年主要的主题我想就是在画早期台湾的生活 那画他们的家乡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部分让孩子一个启发 有机会把故乡的画作的景象给留下来 这是这次最主要的目的 然后借这个机会来提升孩子的美感的素养 先议员萧志全感谢广大文道基金会的用心 也期望透过这样的方式可以将艺术带进偏乡 提升地方一文七席 台展三少年群回展出 作品相当丰硕 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将艺术带进偏乡 让孩子们能够透过作品的欣赏来培养一文七席 记者邱平一水里采访报道